好 这个本土的疫情是多点爆发 台铁玉里站就有一名票务人员是确诊 工作都会和民众接触 那么玉里站公所表示 当天接到消息之后呢 当晚就马上请清洁队马上出动 连夜清消也呼吁民众要做好个人的防疫工作 消毒还是消毒就连晚上也都不放过 这是玉里火车站传出一名站务人员确诊 清洁队不敢马虎进行消毒 玉里镇长表示当晚接到消息 就立刻责臣清洁队进行清销 我们得到这个讯息之后 我想我们就突然上就启动 这个对我们玉里火车站 周遭的相关的环境部的话 我们已经进行全面性的 连夜的进行全面性的一个消毒的动作 镇长也说本土疫情多点爆发 玉里镇是最大乡镇 不只是定期在车站消毒之外 更是在玉里镇人潮聚集较多的区域进行消毒 也呼吁民众要做好个人的防疫 我们也呼吁在这边 加入第二剂第三剂的相关的一个接种 来防疫自己也保护别人 大家共同来做防疫的工作 另外台铁局也表示 跟确诊者接触的员工已经要求到医院进行PCR的检测 在检测结果没有出来前都停止出行 台铁持续的追踪裁检结果之外 已经要求其他人员都必须要做好自我健康检测 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